ECA International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 現時香港外派員工整體薪酬組合的總價值為27.8萬美元 其中現金薪酬和福利成本分別下降了2,400美元和1,600美元 ECA International亞太區域總監關禮蓮表示 香港在2021年的整體薪酬福利組合錄得升幅 但由於現金薪酬有所下降 令2022年的整體組合價值再度下跌 許多地區的福利成本支出上升 雖然香港不再此裂 但香港現金薪酬下跌 降低整體薪酬福利組合成本 另外港元表現相對強勢 令香港排名上升三名 而其他地區因貨幣貶值 導致薪酬福利組合價值下跌 報告提及與去年相比 今年大部分受訪加州地區的外派員工現金薪酬下降 導致以美元計算的整體薪酬福利組合價值 在超過一半的地區有所下跌 當中包括日本、南韓、中國和台灣等 報告還指出 新加坡在2022年的薪酬福利組合價值增長4% 達到25.88萬美元 新加坡較高的租金成本帶動福利成本上升9% 成為亞太地區福利成本升幅最大的地區 並使其全球外派員工薪酬福利排名上升6名 至第16位 中國的排名保持不變 僅次於日本和印度 成為亞太地區外派員工薪酬福利排名第3位 及全球排名第4位 儘管如此 駐中國大陸外派員工 於去年的現金薪酬以美元計算下跌了5% 關禮廉解釋 與2021年相比 人民幣對主要貨幣表現強勢 但大部分外派員工的現金薪酬均以其他貨幣計算 令現金薪酬以人民幣計算平均有所下降 還有按鈴鐺先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